該交通事故發生於今日中午十二時四十六分 一輛遊覽車行進盧竹區油管路二段三角橋時 因駕駛出於注意而撞上限高架 導致其車頂玻璃破損 那許多乘客因為煞車時頭部撞擊到前方的座椅而造成輕微擦傷 那經警方對大客車駕駛實施呼吸濃度九側 那九側只為零 那目前也沒有接獲到這個受傷乘客的告訴 那有關限高架的損害賠償責任 目前由區公所協調當中